冰冰南南的可乐 喝了真的很消暑 但是你知道爱喝可乐的人 竟然也有南北之分吗 拥有百年历史的可口可乐 经船要关闭高雄厂 原因就是南北销售量 差距太大 记者实地街坊调查 看看南部民众 是不是真的比较不爱喝可乐 可乐少数 RCAV对我们 精神比较好 不喝的原因是什么 问了五个人 只有一个爱喝也常喝 调查结果爱喝可乐的民众 大多是因为可乐冰凉消暑 又是老牌子 口味喝的比较习惯 而南部不喝可乐的民众 大多比较习惯喝茶 而且因为南部较热 也有些人认为 喝沙士更能退火 虽然南部天气热 喝气泡饮料消暑又过瘾 但大部分南部人 还是倾向选择沙士 或是手摇饮料 南北的消费差异 也间接影响可口可乐的市场动向 记者叶正云立伟贞华阳明 高雄台南报道